春天来了 勤劳的小蜜蜂又开始忙碌起来了 我们在鲜花丛中总能见到它们的身影 但是蜜蜂是如何找到这些花的方位 并告诉同伴的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从花开始讲 我们生活里常见的鲜花植物 有一类开着小花 花朵也没有什么香味 并不引人注目 它们会产生大量的花粉 靠着风将花粉扩散出去 这类花我们一般称之为风梅花 而另一类花有着鲜艳的颜色 以及浓烈的香味 它们依靠昆虫来传播花粉 我们通常称之为虫梅花 而蜜蜂正是这些给虫梅花传粉的重要昆虫 那么蜜蜂是如何找到这些方向艳丽的花朵位置的呢 这是一台常见的手机 打开相机 它所能拍摄的影像和人眼见到的差不多 而蜜蜂眼中的世界和我们见到的可不太一样 蜜蜂可以看到我们看不到的紫外光 所以想要看到蜜蜂眼中的世界 我们需要借助紫外线相机 我们这里有一台紫外线相机 它相比于普通相机可以对紫外光成像 让这些看不到的色彩得以呈现 透过紫外线相机 我们能够看到反射以及吸收紫外线的物体 就比如我们常见的防晒霜 肉眼看起来几乎是无色的 而许多的花其实也运用了这一原理 在紫外光下 这些花其实和我们肉眼看到的不一样 这些在紫外线下特别明显的黑色标记 叫做Nectar Guide 蜜蜜标记 这些特殊的标记告诉蜜蜂 我这里有花蜜 接着蜜蜂根据蜜蜜标记 轻松地找到花朵上花蜜的位置 当蜜蜂找到这些标记后 便会伸出文管吸取花蜜 这是人眼可见的光谱范围 而这是蜜蜂的可见光光谱 我们可以看到 蜜蜂的可见光光谱 相比于人眼可见范围 有了一定的偏移 人眼的可见光光谱 从长波长的红光 到短波长的紫色光 而蜜蜂的可见光光谱 向紫外区域偏移 也就是说 对于蜜蜂来说 它们可以看见人眼看不到的 比紫光波长更短的紫外光 但是却看不到红光 红色的光在蜜蜂的眼中 是黑色的 但是单靠视觉 许多花朵对于蜜蜂来说 太相似了 如果无法很好地区分 不同花朵的区别 会让采集效率变低 所以需要另一种器官 来协同辨别花朵 这就是嗅觉 蜜蜂的嗅觉感受器 在它们的触角上 当蜜蜂降落到一朵花上的时候 常常用触角来嗅谈花朵 感受花朵不同部位的香味 在视觉和嗅觉的共同作用下 它们可以精确地区分出 不同的花朵 这种协作方式 类似于人进食的时候 味觉和嗅觉的协同工作 来区分不同的食物 所以这些蜂梅花的颜色和香味 其实并不是用来取悦人类的 而是用来吸引这些昆虫受粉的 当蜜蜂找到了这些花之后 接下来的日子里 它们的姐妹们 就会频繁地拜访这些花朵了 那么 它们是如何将这些花朵 位置的准确信息 同步给自己姐妹们的呢 这就涉及到 昆虫界最神奇的一种通讯方式 舞蹈语言 在外采集花蜜的蜜蜂 回潮后 会在潮皮上 跳一段有规律的舞蹈 给姐妹们看 这段舞蹈 这段舞蹈可不一般 它其实是蜜蜂之间通讯的语言 这段舞蹈所传递的 是蜜蜜蜜的准确位置 前进时候的摇摆动作 表示蜜蜜蜜离潮的距离 摇摆持续时间越长 表示距离越远 摆尾过程 头部所指的方向 和重力垂线锁成夹角 代表当时 蜂巢和太阳连线 与蜜蜜蜜锁成的角度 其他蜜蜂 通过舞蹈所传递的信息 就能够准确计算出 蜜蜜蜜的位置了 在跳的同时 边上的其他几只工蜂 也会跟着一起移动 这是因为 通常情况下的蜂巢内部 是几乎全黑的状态 所以蜜蜂们 只能够依靠触绝 来传递舞姿信息 这段舞蹈的轨迹 像阿拉伯数字八 所以也有人称其为八字舞 但也并不是 所有的舞蹈 都是八字型的 如果离蜂巢非常近的蜜蜜 他们就会跳起 圆圈舞和新乐舞 沟通完成后 蜜蜂姐妹们 就会出巢 朝着所指的方向 寻找蜜蜜 如果是阴雨天 太阳被遮挡了 他们该如何确定太阳方向呢 这时 他们依靠的是偏正光 我们在物理课本上学过 自然光在水面能表面反射时 反射光可视为偏正光 偏正光具有一定的振动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片偏正片 通过旋转偏正片 来减少甚至完全阻止 偏正光的透过 消除反光 当太阳光经过大气候散射 使得天空呈现出一定的偏正特性 太阳位置的不同 会导致天空偏正光产生规律变化 蜜蜂的敷衍背部区域 可以感知偏正光 依靠偏正光来确定太阳的方向 所以就算是阴雨天 蜜蜂也能够根据太阳的方位 来进行导航 我们提到的这些 仅仅是蜜蜂定位 花朵位置方法中的一部分 例如 还有第一次出巢的蜜蜂 围绕蜂箱 做任巢飞翔 熟悉周围环境 蜜蜂在寻找 蜜蜂之后 以及在巢门前 从下腹部的气味囊 释放信息素 指引其他伙伴等 甚至还有很多目前 我们暂未研究透彻的方法 正是在视觉 嗅觉 以及舞蹈语言的共同协作下 才能够让蜜蜂们 得以定位到花朵的位置 高效采集花蜜 产出香甜的蜂蜜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 探寻 城市的精灵 寻觅丛林的故事 那就点赞 关注和收藏吧 这里是TIC 蜜蜒丛林频道